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说当年实施楼市辣椒 是要避免楼价大升大跌 又说要达到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存在挑战 以斯列加强对加沙的海陆空攻势 加沙人度危机持续恶化 详细内容 实施三年纪俗称黑马的内地出入境健康申报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引述内地海关总绝话 正是审批最后阶段 他说有信心下个月开始取消 疫情之后过关出入内地 仍然要透过手机填写出入境健康申报领取黑马 网上流传下个月起 旅客过关不需要再申报 又说有口岸更加提早实施 下午在罗湖过关仍然要掃黑马 连同向原位口岸一样都要出事 至于是高铁的西九龙站 海关要求旅客如果发烧先需要主动申报 素描黑马的电脑就没有运作 有旅客就说每逢周末人流多 间中都不需要数 一直争取取消黑马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就透露 内地海关总署正是在审批的最后阶段 有市民就说希望尽快取消黑马 旅客就有不同的看法 深圳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目前仍然严格落实申报要求 各口岸没有移除素描黑马的设备 保安局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留意着 内地单位的正式公布 并且会积极配合有关的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陈思琳不得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楼市辣椒针对的是炒风 避免楼价大升大跌 而不是楼价高 又说本港全年经济增长 是否能够好像原本的预测有大挑战 市政报告提出 将维持十几年的楼市辣椒减辣 有意见关注现在私楼楼价的跌幅有限 减辣或者会令楼价回升 市民更加难上车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 没有评论现在的楼价是否依然那么高 强调不是由政府去决定 而当年的楼市辣椒 针对的也不是高楼价 我们是针对个炒风 我们是不希望楼价大起大跌 如果是正常去上升 因为市民的收入上升 整个GDP上升 全世界的趋势都是反映的 如果大升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会出招加烦 我们不要去评估任何我们未发生的事情 现在的环境大家知道 环球经济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都现实去 不要跟现实脱截的一些揣测 他强调政府的角色 是确保私楼有合理的供应 资讯清晰 等市民决定是否买楼 近期无论是进出口数据 股市、楼市都疲弱 唯一零售销售额录得升幅 全年经济增长4%至5%的预测 要不要再收定了 我们还是扭转了 本来下跌的负增长变回正增长 但正增长会多多少 是不是跟我们开始那样预计呢 我们看过压力是在的 挑战是大的 经济差影响政府的财政 今年的赤字或者过千亿 施政报告提出 设大型发展项目融资办公室 评估引入私人投资的可能 是否意味着 公帑未必能够负担所有的大型基建 其实是针对我们的发展 无论我们的经济状况 怎么样都应该的 你说香港十年后 会不会比现在好呢 我就觉得会比现在好 投资者有些是追求长期稳定回报 即是他计算数不是计算5年 计算10年 有些计算15年、20年 特别有些是退休基金 他在这些是有兴趣投资的 当局目标 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要不要考虑这些投资者的观感呢 李家超就说 商家是着重稳定安全的环境 而立法就能够确保到 武仙电视记者陈嘉阳报导 对于有意见关注处理国家安全事宜的时候 个别出现过阻的情况 担心影响市民观感 甚至生育的考虑 特首李家超说 不要忘记2019年的痛楚 可以透过加强国安教育 令到各界拿捏更好 市政报告罕有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 包括未来三年 每个生生的BB可以有2万元的奖励金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会视乎成效 决定是否延长奖励金的发放年期 不过除了钱 不少人考虑生育的因素 还包括教育 对社会前景的看法 有前政府官员关注处理国安事宜的时候 各别出现被错误应用在非国安的范畴 过了的情况 担心影响市民以至国际的观感 李家超就说不讨论每个情况 不过就提醒乱的风险仍然存在 要记住2019年的暴力场面 我们的伤口好了 但不要忘记 当时的伤口是很痛 怎样痛 痛到怎样入心入肺 所以好了伤口 不要忘记痛楚 他说做好国安教育 可以令到国家有共识 如何去执行 哪些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你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深 共鸣和共识 会更容易做到 大家在这方面 一定是拿捏得更好 对于国家安全的真真正正 用什么手段 这个在经历里面 我觉得一定会一日比一日好 他强调自觉维护国安是非常正确 报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国际方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进入第二阶段 加强对加沙海陆空的攻势 总理内塔利亚湖形容 战事将会是漫长和艰辛 加沙被耳军猛烈轰炸 和外界通讯一度完全隔绝 以色列军方星期六发放片段 展示以军向加沙地带 多次开炮攻击 击中据称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作为集合点的建筑 以军说战机在星期六的行动 击中哈马斯150个地下目标 形容加沙北部已经成为战场 加沙地带多座建筑物起火 哈马斯持续还击 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火箭 落入中部的民居附近 特拉维夫夜晚不断响起防空警暴 民众慌忙躲避 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 在以色列南部会见前线士兵激励士气 说战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目标是剿灭哈马斯 确保边境安全和救出所有人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警告 今次和哈马斯的战事 将会是漫长和艰辛 而且生死有关 他又和被哈马斯老走的人质家属背面 说会尽一切可能将人质带回家 但没有具体协商和承诺 哈马斯重申要求以色列释放 所有在囚巴勒斯坦人 换取超过200个人质获息 并可以针对部分协议再谈判 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国际人道组织说 加沙自星期五晚开始停电 手机和网络中断 当地传媒报道 直至星期日早早先陆续恢复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 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地面战再开会 秘书长古特雷斯速请各方尽快停火 实施人道救援 和无条件释放人质 以色列持续攻击加沙 触发同土耳其的外交风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出席声援巴勒斯坦人集会时 说计划正式宣布将以色列视为战犯 以色列随即召回驻土耳其的外交人员 并重新评估两国关系 无线意识记者封热明报道 澳洲有几千人在星尼集会 要求政府协助研究被北勒斯坦武装造式哈马斯协持的人质 集会在星尼市中心一个广场举行 地上排列吊着气球的鞋 象征被露走 至今仍然未获释的229个人质 参加者手持人质的照片 个人资料的传单和海报 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协助争取人质安全获释 美韩举行联合实弹演习 以应对北韩可能发起哈马斯式的特杂 南韩国防部发放自走炮密集开火的片段 美韩军队上星期三起 在南韩举行一年三日的联合实弹演习 南韩军方说 演习一共有5400名美韩士兵参与 出动300套火炮系统和1000部陆空军备 目的是无意在战斗初期 招取敌人远程火箭炮威胁的能力 以应对北韩可能发起的哈马斯式特杂 以巴冲突爆发之后 南韩舆论普遍认为 北韩军事实力远高于哈马斯 担心一旦北韩发起特杂 南韩将难以招架 有专家分析说 一旦南北韩发生冲突 北韩每个钟可以发射 大约16000枚远程炮弹 对距离南北韩边境大约50公里的首都首射 构成严重威胁 而北韩此前宣布将在今个月 第三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射动向 南韩传媒引述分析说 北韩可能在修正第二次发射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遇到比预想中更为复杂的问题 也有分析认为 北韩仍然需要时间消化俄罗斯提供的技术支持 无线列士记者一层为三不道 稍后回来仲会报道 面酒间抹巡礼最后一日举行 吸引不少市民捧场 南韩离泰院人产人惨剧一周年 当地有悼念活动 在野党表明坚持追究责任 回来新闻时间 一年四日的香港美酒街抹巡礼 将会在今晚八点半结束 有商务华满意销情 亦有商务华黄丁吾黄才 美酒街抹巡礼最后一日 在中环海滨举行 中午一开放已经有不少人入场 以万圣节服饰入场的 头三百人可以获两张免费品味券 它就发生成小魔女 多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好像也多人了 看到热闹了 买多些Token 然后预计 我想都千两二千元左右 主要想进来吃点东西 还有这里放在中环海滨的气氛都不错 热闹的 没有那么多人 最后一天也没想到 本来不是最后一天少人 多个摊位都出现人笼 又商务华四天的生意比预期好 我们本身都准备了很多 最后都要补货 补了四至五次 每天都要补一次货 有酒商就认为市民消费教 疫情之前保守 疫情前因为客人都很疮痪 他们可能见到我们有折扣 其实很多都是六支十二支的买 因为准备都是过圣诞新年 今年的客人很多都是可能单支 一两支的买 就比较数量少一点 有酒商也趁着一天推出限定的饮品 比如这杯加入了芫荽的梅酒 味道新鲜 希望吸引客人 母线电视机社邓杰盈辅导 施政报告提出加强发展游轮旅游 并在明年的上半年 公布相关行动计划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鸿说 会审视启德邮轮码头内外 可供发展的空间 大型邮轮重临香港 不过突显了启德邮轮码头 交通配到不足的老问题 新日份施政报告提出振兴旅游业 明年上半年会公布 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说 会在不同的市场创造需求 也会研究如何提升游轮码头的功能 我们也会看一看游轮码头 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怎样 这个当然要考虑附近整个启德的规划 和游轮码头现在的设计 究竟还有多少弹性 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动 启德绿色运输系统规划重新上马 杨润鸿说未有集体运输 游轮码头和区内即将落成的体育园区 已经制定人流疏散方案 不担心家通负荷不了 至于访港旅客人数 杨润鸿说8月的数字 已经回到疫情前平均大约7成 形容表现绝对不差 被问到为何未有就香港人 北上消费多过内地客来香港 采取针对措施 他强调这是过去多年的现象 过往很多年如果大家看回数字 我们一直以来入内地消费 或者内地去旅行 或者探亲过内地境的数目 一直都是多过在内地下来的旅行 所以这个也是 其实可能是过去这么多年 都是有这个现象出现 我们现在要做好的事 就是我们要尽量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香港 令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旅游体验 明年将会公布旅游要发展蓝图2.0 当局话会鼓励业界开发更多的特色旅游产品 无线电视记者不解宴不道 资政报告提出下个月起 简化严重或罕见病新药的审批机制 医务卫生局长劳宠谋举例说 部分新药的审批有望快三倍 价钱也有机会降低 治疗部分罕见病或癌症的新药 等审批再在香港应市 过程动一点都数以年计 下个月1日起实施一家新药物注册机制 治疗严重或罕见病的新药 由现时需要提交两个参考药物监管机构许可 改为一个 并实附上符合本地临床数据要求 和经专家认可之后 就可以在香港作有条件注册使用 有一只药是治疗一些先天性的一种胆管闭塞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初步的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的一家制度 就是说我只要一个评审机构 评审之后我就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足足减了它17个月 我们由24个月变成7个月 社区组织协会预计 脊水肌肉萎缩症 和先天免疫系统疾病等的病人 可以最先受惠 但就担心仍然有其他关卡 有癌症病人组织说 四分三肺癌病人用一半的积蓄医病 有四成要借钱买新药 建议政府提供新药资助 另外政府计划长远在本港建立 审批药物和医疗器械的机构 当局说有助本地或内地 研发药物器械走出去 无线电视机构刘慧尔报道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址说 星期一会公布北部多汇区行动纲领 说明四个发展区的推进项目和时间表 施政报告说 未来十年属地供应达到3370公顷 北部多汇区最多占1400公顷 并分为四个发展区 包括洪水桥一带的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树柳 覆盖新田科技城包括河套区 深港科技园在内的创新科技地带 口岸商贸及产业区占地最广 有落湖、敏感度和香园为三个口岸地利 推动先进建造业等的发展 而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 就包括红花岭、沙头角、印洲堂等等 凌汉河说 在落实北部多汇区的土地发展 会容纳加强反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 允许私人土地业权人 在指定地块申请修订地契 以进行政府属意的发展 南韩首都首尔尼泰院人产人惨剧发生一周年 当地有悼念活动 总统韩石月说 决心建设令民众安享生活的安全国家 在野党就表明要追究责任 在南韩尼泰院人惨人事故一周年之際 尼泰院惨案维属协议会等组织团体 星期日下午在首尔广场举行追导会 愿难者维属等参加者神情开箱 不禁落泪 南韩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党魁李在明出席并发表讲话 华事故过去一年死者家属的绝望纳涵仍然被忽屑 批评当局只专注掩盖真相 表示当局将迅速通过尼泰院灾难特别法 以揭露真相和追究责任 并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追导会开始前 参加者在地铁尼泰院站附近首持标语聚集 敦促当局立法并制定对策 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并处罚事故相关负责人 总统韻石月同日在首尔城北区灵岩教会 出席事故一周年追思礼拜 韻石月至到辞时说 去年的这一日是他人生中最悲痛的日子 将为实现建设安全南韩的目标加配努力 决心建设令所有国民安享生活的安全国家 去年发生的离泰院人踩人事故 造成159人丧生 韩联社报道当国在过去一年 全面审视国家灾难安全管控应对系统 并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事故的警惕 但有民众说近一年离灾难事故仍然贫生 又说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咒离泰院事故 进行真相调查 和处罚责任相关人士 无线电视记者沉为三博道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决定退出共和党提名 竞逐明年总统选举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拉斯维加斯 出席共和党一个集会时宣布有关消息 64岁的彭斯说 六月公开有意各族党内提名 是因为觉得国家正面对很多问题 不能够就手旁观 但一直以来 彭斯的民调支持率都处于低位 也未能酬醋足够的竞选经费 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作出退选的决定 虽然退出竞逐明年总统选举 彭斯强调会继续坚持保守价值 而他也没有表态支持任何人 但呼吁支持者能够选出 能够文明地带领国家的人 彭斯曾经公开批评前总统特朗普 在前年冲击博会事件中的角色 他是第一个退出共和党 总统竞选的主要候选人 至于特朗普星期六在拉斯维加斯 出席另一个集会 他回应彭斯退选的消息时说 彭斯应该支持他 特朗普也提到 如果由他担任总统 以色列就不会发生恐怖袭击 他并承诺若果当选总统 将会重新实施 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 2017年年初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全面禁止伊朗 利比亚 索马里 序里亚 也门 伊拉克和苏丹的旅客入境 而当拜登上任总统第一日 禁令就被撤销 美国广博公司公布 共和党候选人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56.9%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 第二位的德桑蒂斯只有14.1% 其余候选人都不够10%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稍后还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海强调 中美关系对世界有重要影响 两国应该共同努力 避免发生冲突 他又形容美方对华实施技术限制 最终只会坐井观天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 星期日起一连三日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主题是共同安全 持久和平 朝早举行的高端对话环置 内地政治学者郑永年 以及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海 都有出席 对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近日表明美国对华作出针对性限制 来保护特定的敏感科技 崔天海自出 美方无法实现脱钩团链的意图 又相及自身 所以改用这种小院高墙方式 但两者根本一样 中国成语坐井观天 你给自己来那个井在底下看 这有什么好处吗 崔天海指出 中美两国若果发生冲突对抗 对全球都有灾难性影响 但不等于躺平就可以避开 相反两国应该共同付出努力 关键在于美国能不能够 在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问题 特别是台湾问题等 做到与中方互相尊重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合 也都连续两天会见出席论坛的 多名外国国防部长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内地核电发展产业持续扩大 自然资源部说 除了要加强寒查 开发效率和质量 也都要积极展开国际合作和交流 以提升内地天然油保障供应能力和水平 第一届国际天然油产业发展论坛大会周末 在北京召开 背上披露 内地近年已经发现了一批万吨 至十万吨级的油矿床 新疆阿拉山口天油保障库 于2022年正式投入运营 开启了我国商用天油保障 仓储交易的先河 为建设国际天油交易中心奠定基础 综合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内地天然油产业六十多年来 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涵盖野链、加工等工作 也都已经初步建立了国内、海外开发 国际贸易、战略处备 四为一体的天然油保障供应体系 自然资源部就说 在持续提升有资源保障能力的同时 中国也都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建立天然油产业国际合作 绿色通道 核工业业内人士说 内地核电发展规模位于全球前列位置 为天然油产业合作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无线电视记者齿雪仪报道 深圳欢乐谷星期五有过山车碰撞 内地传媒报道仍然有十个人 在港大深圳医院留意 景区所在的南山区 政府责令欢乐谷闭完整改 南山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早早发出事故通报 话经初步调查 雪域、红英一列载有22人的过山车 在上车的时候突然沿着轨道向后滑下 撞到在站里面正是落客的另一列过山车 当时仍然有9个人未落车 所有的伤者情况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南山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 责令欢乐谷星期六开始闭完整改 全面配合调查 并将会依法依规调查 责任单位和人员 又会对全区景点和特种设备安全 展开隐患排查整治 广州近日公布明年元旦开始 限制全市公园最高环境音量 其中最严谨的一类区域 日间和夜晚都不容许高过一般身内对话的音量 当地民众对新规定有什么看法呢 一起看看 忙女偷闲想休息一下 去公园散步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但近年内地不少广场舞团体 转到公园练习 播放音乐的声量就带来严重噪音问题 广州市多个部门近日就发布文件 宣布将全市270个公园 按不同环境细分为5类 再按时段控制最高环境音量 在天河区的珠江公园属于第二类 早早6点至晚上10点 环境音量最高不可以高过60分倍 同样划分为第二类的宜沙岛体育公园 就算有小朋友在这里玩 音量也都没有超出标准 但是鹿湖公园、月秀公园等的第一类别 日间限制是55分倍 夜间就是45分倍 即是等同一般室内对话的音量 车洗过就已经超出规定 有民众认为太过严谨 认为就算在公园跳广场舞 也都可以接受 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姿多彩的 广州的最大的特点在这区包容性 我觉得分十广是很有特点 你不能说完全不出现吧 是不是 但我觉得这种也太没有包容性了 那它不是广州 它不是公园它去哪里呢 那就又回了小区吗 新规定将会在明年元旦起失衡 到时管理机构要在公园里面 缓劃分安静休戏、娱乐等区域 并且加强环境声量管理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内地有旅客向客机引擎扔硬币 导致航班延误三个半小时才起飞 航空公司证实 涉事乘客已被公安带走调查 内地传媒报道 涉事的是由广州前往北京 航班编号CZ-3121的南方航空客机 广州白云机场观望也显示 那个航班起飞时间 由原定早上10点 然后至下午约1点半 报道引述机场公安局工作人员 证实接到有关的报案 长情还调查中 《时事中国》讲到这里了 回来新闻时间 财政司司长陈范波预告 今年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速比预期慢 对于楼市辣椒星期三开始 部分税率调低 但交投未见明显增加 他认为楼价由市场调节价为合适 经济在役后逐步复苏 但财政司司长陈范波在网志华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金融状况偏紧 或者会维持更长时间 令到本港经济持续受压 他透露即将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继续有增长 但增速比预期慢 政府未来会推动不同产业发展 并且加强抢企业、抢人材 施政报告宣布 重推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投资额由一千万提升到三千万 涵盖股票、基金或债券 但就不包括投资住宅物业 其实香港很有吸引力 很多人想来 我们希望尽可能吸引一些高端的 更有钱的 他在这里开公司 他在这里投资 这样的时候 亦都在这方面会帮助我们 他买住宅物业 我们欢迎的 但我不想这些资金被导向 影响我的住宅物业市场 影响我的市民 楼市辣椒放宽 最实惠的是换楼客和投资者 但交投未见明显增加 陈茂波引述数据说 楼价在两年间跌了大概17% 是受到很多市场因素影响 楼价有秩序感 有一些调整 在高位下来 令到 譬如年轻人 结婚置业 或者成了家之后 有个小朋友 想换大一些房子 希望比较容易实现一些 只要楼价的调整 不造成金融安全的隐患 不造成 譬如银行体系的 一些危险 亦都不造成一些信心的危机 其实就由它 由市场上 这样调节 我觉得比较合适 他又说不担心楼市调节 会影响政府的土地收入 会持续稳定地推出土地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期报道 行政上官李家超第一次 以香港同军总领袖身份 出席大会操 他致迟时候提到 政府正是全面落实青年发展蓝图 培育青年 青年发展蓝图 其中一项重点的措施是 年轻人网络 年是连接的年 这个网络 已经在9月正式启动 它是一个凝聚青年的长期平台 目的是汇聚一群有活力 多元化和具竞争力 愿意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青年人 香港同军大会操 因为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 自2019年开始 停办3年到9年复办 而李家超9年因为确诊新冠 由政务师副师长卓永兴 代为出席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举行三声堆主题亲子工作坊 管方希望培养小朋友 对考古的兴趣 一起看看 这一天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一帮大朋友小朋友化身考古学家 一起落手挖掘三声堆古迹 找埋藏在沙土里面的宝藏 小朋友找到大神兽大面具等等的文物之后 还要量度和记录下来 开心 因为可以一起玩 文物原来出了土原来要画的 要用尺去量度它的尺寸 它也可以学习到如何细心去发掘这些文物 还有如何保管 三声堆是我2000年中学去旅行的时候去参观过的 那时候中学生的时候参观就觉得很云伟 还有很震恨 它在展览的时候比较有些距离感 可能在一个厨厂 这里就更加可以 可以落手落脚 可以亲身去接触一下 究竟一个考古学家他们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一些步骤 一个以三声堆为主题的亲子工作坊 设计给5至12岁的小朋友 第一次用角色扮演和戏剧的形式 给小朋友经历考古学家的日常 用这个游戏的方法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考古的工具去示范给他们看 还有特别我们由家长的参与 其实家长是和小朋友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玩的 我们希望家长也会学到一些东西 去到上去展厅的时候 会带到他们去学习 他们懂得如何看什么 工作坊总共有四场 分别在10月、11月、12月和7年1月举行 头三场的飞已经卖了 最后一场亲子工作坊的飞 来近星期一开始网上订购 每张飞的费用是490元 可以给一个成人和一个小朋友 参加工作坊和看展览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月报道 体态和身材怎么才叫做漂亮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非洲部分国家 传统上认为女性肥才是漂亮 有人甚至是故意增肥 葬卓熙在蒙里塔尼亚了解过 提起非洲 不少人的黑板印象 可能是饥荒或者营养不足 但是西非蒙里塔尼亚 就怀见到重量级人马 有统计说蒙里塔尼亚 460多万人口 和伴的女性超重 其中两成更属于痴肥 原因之一是当地传统审美 认为肥就代表漂亮和福气 64岁的她 她现在体重有74公斤 回忆那些年 她说曾经和朋友一起增肥 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年代吃的东西很少 那你如果很胖的话 就证明你的家里非常有钱 可以一时无忧 所以就会有很多男孩来上班求亲 而40岁的她就说 以前觉得自己太瘦 为了结婚用了这个方法 特意去药店买一些增肥的药 来吃让自己变胖一点 部分的女孩更加小小 就被家长谷肥 即是强迫喂食 否则会受到夹脚指等情分 姆里塔尼亚的女士是怎样增肥的呢 例如一天会吃午餐 多肉小菜 每天喝成两公升的洛台奶 吃成两公斤的奶油粥 每天摄取数以万计的卡路里 是正常的十倍 这个维持了几百年的传统 近年在新一代心里面有不同的想法 22岁的莱雅 小时已经有机会透过互联网 形式超重对健康的和害 包括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等 但当地一些乡郊村落或者偏远地区 摧肥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毛里塔尼亚政府曾经试过 用电视广告宣传 本港有人道救援组织 就在当地举办健康广作 我们希望可以我们知道的东西和他们分享 过了某一个体重水平 其实身体不好 这个是要慢慢去改变 健康教育的概念 你不是要强迫他做些什么 是给他资讯自己去下这个决定 组织希望将来能够走入当地的校园 及早教育年轻人健康知识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西 在毛里塔尼亚 农亚克肇特报道 澳洲墨尔本居行一个别开心面的电车音乐节 一起看看 电车的车厢是其中一个表演舞台 这个八六音乐节 取名自在墨尔本北区行走的86号电车线 各个表演场地分布在全长8公里的电车员线的60个不同地点 除了音乐 还有宠物才艺比赛和角色美食 主办者说希望可以做到老幼咸儿 这个今年首度举办的音乐节 除了表演 亦都有黑胶唱片展销会 吸引大批音乐发烧有度来抢救 主办机构希望 八六音乐节可以每年都举行 一方面为乐坛新人和街头演出者 提供更多被声探发挥的机会 同时亦都推动多元化音乐的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谭惠恩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完 再见